那刚刚我们在开场的时候也问到了两位掉牙的阿姨 让她们上场 您给她们看看她们是不是有牙周方面的疾病 来 这位阿姨 还有刚才这位阿姨 尽管我没有带专业的一些检查器具 但是也可以判断这个阿姨绝对是一个比较重的牙周炎 就是你也能够感觉到牙齿呢 它牙根是暴露的比较多 我的牙都好像往上薄了 原来我是小短牙 对 等于是牙齦萎缩吧 对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炎症造成牙齿周围这个骨头降下去了 吸收掉了 那么牙齦也就下去了 所以就会显得牙长 很多人都会误认为说 这些牙齿好像一个萝卜一个坑是不是 是不是到了老年了 我们这萝卜都长出来了呀 是不是 实际上是牙齦萎缩 对 实际是牙齦 那台儿降下去了 里面的牙就升高了感觉 对 另外一个呢 就是阿姨您原来这个牙就向外这样 不是 都变了 原来我这牙挺整齐 挺小短 挺好的 是 现在一露出来呢 都刺牙咧嘴的 都难看了 对 不难看 这个牙齿一味呢 实际上也是牙周炎的一个表现 就是因为它 牙根在骨头里面 埋得比较少了 那么它的支撑力呢 就会比较弱 随着我们这个口腔里面 尤其年纪稍微大一些呢 嘴唇的这个力量 跟舌头的力量不太协调的时候 牙齿就待不住这个原来的位置了 它就会向外移动 好 阿姨 您再张嘴我看一下 您看它这样的牙齿 阿姨说 你看我如果现在刚看到您的这个节目 我现在懂得去保护这牙齿 是不是就晚了 你看都已经这样了 牙齿已经快都快没了 萎缩了 现在我这牙基本上都动了 就有那么几个不动的 这个呢 牙周炎的治疗永远不晚 当然如果要是没有发生 这是最理想的 是的 但是一旦发生了 我们哪怕能留下来一颗两颗 这个将来对于将来的香牙呢 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首先是需要到 专科医院 牙周科来进行检查 然后给您定一个具体的方案 那么如果确实是留不住的这些牙呢 它已经不行了 那么就应该拔除 拔了香甲的 拔除了以后 还不能香甲牙 把剩余的牙这些周围要清理干净 然后让它牙周病变要停止发展 稳定了 在这些全部稳定的情况下 最后才能考虑香甲牙 是 所以呢我这样 我给这个这位阿姨的这个子女提个醒啊 然后不要认为说 爱妈妈喜欢妈妈 就给她买点什么新货 白金链子 什么给她一点这个好穿的好吃的 其实呢 要懂得有些关爱 从细节来这个入手 所以你看今天知道了 这个牙齿从现在开始保持 就不会太晚 所以呢 要这位阿姨的这个子女 一定要带妈妈到这个正规的医院里面 好好检查一下牙 控制这个牙周的这个疾病 再继续恶化下去 好 谢谢 谢谢阿姨 谢谢 谢谢 这个阿姨好像上牙特别 上牙也是假的吗 这两个是重的牙 这两个是重的牙 这个阿姨呢 她就很明显是 肯定是有牙周炎的 也是牙齦有很明显地往下退缩 根也有暴露 另外呢 您现在也是做上了这个假牙 这个是不是太理想的一个治疗 因为不管是重也好 还是做常规的这种假牙也好 那么首先要先处理好牙周的问题 否则的话 一方面呢 是有可能您费了半天劲 然后假牙做好了 又掉一颗 这样的话 假牙就有可能就报废了 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们前面也说了 最主要的牙周炎 跟我们其他地方的炎症是一样的 都是细菌感染 如果要是细菌在口腔里面 没有得到彻底的一个控制 那么您重的牙呢 很容易被这些天然牙旁边的 这些细菌又给感染